好 今天我們來談 柯文哲的下一步 其實我們真的很好奇的是說 好 如果今天你阻擋 或甚至是你可能要選總統 到底對誰的影響比較大 大家覺得是 韓國瑜應該要比較緊張 還是蔡英文總統 應該要比較緊張 在剉一等 來 韓兵 其實大家信頭應該都很清楚 因為柯P最早的時候 他還是政治素人的時候 他一直強調自己是墨綠 他如果記得的話 但是從他開始 當了台北市長之後 他就開始說他要海納百川 所有人都可以來 然後就開始往什麼 往中間靠攏 靠攏後來等到他說出 兩岸一家親的時候 反而莫綠現在很難接受他 因為你們到底在說什麼 他們已經聽不懂 所以現在很明顯的 柯文哲的光譜在哪裡 他是在中間跟淺綠 這一些他是最有吸引力 但對某一些淺藍 他可能也有吸引力 所以如果柯文哲自己出來 就是目前先排除 郭台銘的影響的狀況來講 假設就是柯文哲 跟他的所謂的 台灣民眾黨出來的話 他能夠吸引到的最大的票員 就是中間選民跟年輕票員 然後還有一些淺綠的票員 所以這會對誰影響最大 因為蔡英文能夠打贏韓國瑜的 最主要兩大票員 就是在中間選民的部分 跟年輕人的部分 這兩個是柯文哲會搶最多的東西 所以柯文哲出來的話 其實對蔡英文最不利 所以其實柯文哲昨天晚上 突然之間這個 他要阻擋這個聲明出來之後 其實最緊張的是民進黨 雖然柯文哲這個東西 把他擋掉了私菸案的問題 就是已經蓋過 蓋過這個讓大家暫時忘記這件事情 但是問題是 我相信民進黨長期以來 他還是會緊張 為什麼 因為柯文哲的票員 真的跟蔡英文重疊 比跟韓國瑜重疊差非常非常多 所以他們一定不希望柯文哲出來 但是現在假設 柯文哲很可能會出來的話 現在綠營會全力拱一個人 就是郭台銘 因為如果郭台銘也出來 變細咖都 就完全不一樣了 各方算計都很多了 是 如果變四咖的話 又對蔡英文有利 如果是只有三咖的話 對蔡英文很明顯不利 但是如果柯郭和又不太一樣 因為柯郭兩個人 本來是有基本矛盾的 這兩個人的立場 本來是有基本矛盾 這兩個人如果合在一起 搞不好 現在目前看起來 他們民調 就是有媒體之後 柯郭和民調 看起來好像沒有太差 可是我個人認為 柯郭如果真的合了 那個反而會讓人家覺得 政治是很骯髒的東西 大家都只為了利益 硬要合在一起 我覺得他們這樣一合 反而他們同時會掉下來 其實對另外兩個 對蔡根韓反而有利 所以我個人是認為 其實目前對柯文哲自己來講 他最好的方式是他自己出來選 你如果去尋求跟郭配合 我覺得除了錢之外 對你沒有其他太大的好處 所以就自己出來 然後不要去想郭台銘 然後就直接就瓜分綠營的票 可能就是蔡英文總統比較緊張 因為到最後 如果棄保效應產生的話 尤其蔡英文像思菸案 如果一直到現在都說不清的話 到最後可能棄保效應 發生很多綠的票 都投到柯文哲的面去 不過講到思菸案 聽說小美今天出來了 北約談了 我們沒有忘記 羅雅 不要想用這個新聞 把這個新聞給蓋掉 來 揮文 玉琳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這個是柯文哲的老戰術 柯文哲沒有亞斯伯格症 請大家不要再以耳傳耳了 在台北市議會的質詢 這是國民黨的市議員 這個王興義質詢 柯文哲稱他根本沒去診斷 2017的事情 可是很悲哀 到現在在傳 他自己是醫生 去消費這個特殊疾病 很糟糕 所以沒有 請大家告訴大家 謝謝 柯文哲今天在記者會上講 深奧電廠罵民進黨 就是那個乾淨的煤有沒有 為了選舉 幾百億一個晚上轉彎 他在前面致詞的時候 他先講 後面記者提問他再講一次 這表示什麼 表示他準備不夠 所以重複東西重複講 他講這個幾百億 我舉一個例子 這個是在柯文哲的臉書 2017年 他在講容積代金 然後幾百億 幾百億 我把它字放大 他說誰搬走人民的乳酪 這是一個形容詞 就是說建商跟台北市議員 他們在調這個條例 其實這個東西很複雜 我跟大家講重點 重點就是 好農賓時代規劃的容積代金 可是柯文哲 柯文哲選擇妥協 他也沒好到哪裡去 幾百億人民的乳酪 這也是幾百億 是柯文哲自己講的 然後也是被搬走 搬走他也點點 所以柯文哲 我剛剛講他心口不宜 的確是如此 深奧電廠你去罵民進黨 那你自己呢 我跟大家解釋一下 他在網路上叫柯三千 因為他贏 丁守中只贏三千票 然後網友幫我取的名字 叫做柯文哲 對姚文哲比較好 比較不好意思 不是我取的 這是網友取的 柯文哲 所以結論非常簡單 就綠白終須一戰 開始怎麼打 但是我要提醒柯文哲 我善意提醒 你看時代力量 最近怎麼被修理的 你就知道 如果你阻擋諸華之後 民進黨會怎麼修理你 蔡總統不是姚文哲 韓市長也不是丁守中 所以疫情我的預估是這樣 就是因為我們明年投票 是選總統的立委同一天投票 總統大選的部分 我認為還是藍綠對決 但是立委的部分也許 也許柯文哲的這個 我認為他去立委也很難 他可能每個選區都是撒卡都 可是在藍綠的假公司下也很難 他如同剛剛紅薇選面講的 他可以分到一些部分區的立委 但是對國民黨人講就是說 對支持韓國瑜的人就是說 國民黨立委要拚57席 57期才是113的2分之1 57才過半 你如果沒有跨過那個過半分架 如果韓國瑜當選總統 然後立法院是沒有人過半的話 韓國瑜沒辦法做 他要通過任何的法案 他要看人家臉色說 拜託你拉我幾票 拜託你去跟他交換什麼 所以完全執政的好處什麼 我不是幫國民黨拉票 你完全執政 讓韓國瑜跟國民黨 沒有任何藉口 我總統也給你 立法院也給你 你再做不好 你就謝謝收看 能不能過半 當然要看他的部分去能夠 柯文哲能夠搶到幾席 也要看國民黨的選將跟選戰 如同我想小景田很清楚 國民黨有的區域到現在 找不到人 沒有人敢選 高雄 高雄說韓國瑜當市長 有兩個區 國民黨兩區在高雄立委 是用徵召的 沒有人要選 沒有人敢選 台南也是 我這樣講台南不好意思 我是跟謝龍介打招呼 台南目前看不到A咖的 台南明年是六席立委 我看不到A咖的 所以選情沒有大家想的那麼樂觀 剛剛也有提到說 我們婚哪 Golden 不要很他們 我們談一下 我們要看到 民法 我們呈現